格式 把它改成文字 再按確定 停止錄製劇 就有答案了 所以以後有些東西 不用去死背 答案都在劇集裡面 所有的東西有沒有以後呢 你只要懂得範圍的自動化 然後其他的地方答案都在劇集裡面可以找得到啦 都可以錄製下來 那只是說錄製下來之後 你要看得懂 並且會修改 那就可以把它跟我們撰寫程式的PPA 融入在一起之後你會發現那個效果就很大了 很多東西即便你暫時不知道沒有關係啦 你只要修改部分就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呢再做一個按鈕 如果需要傳參數你就丟參數給他然後最後可以做出一些變化 那可以越做越複雜 然後呢 可以幫助你在工作上面提高效率 就是一個目標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錄製完之後有沒有 再看劇集裡面有沒有一個劇集 有吧 按一個編輯 編輯裡面呢 就會出現一行程式 這一行程式就是我們要的 那特別注意 通常我們會有一個selection 那這個selection 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我們現在儲存格的位置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要的程式碼 就是後面這一串 點 Lumber 什麼呢 Format Locate 等於一個小老鼠 那基本上這一行就好了 這樣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再到你的 Module EM 點兩下 在編號上面怎麼樣呢 貼上 貼上之前呢 先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sales 刮鬍 I 因為呢我需要一個selection 嘛 那基本上selection 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儲存格的位置啊 所以呢 把它貼上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是要這一行 點後面這個 那前面的部分 實際上是針對什麼 我們現在儲存格的位置 先把它改變 改變成什麼 改變成文字 再把值給丟給他 所以改變文字 再丟值 這樣就OK了 你不能兩個顛倒 應該是不行的 有沒有 因為你還沒改變他的格式 然後 就丟值的話 他還是一樣 會把零給去掉 所以你改變格式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再丟值進去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 直接執行 完成了 有沒有 當然這個地方 你還可以寫一個刪除 裡面把它清空 然後就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就是 如何 利用錄字聚集 特別重要 錄字聚集之後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就有 麻爵2 那這邊就是錄字聚集的 聚集放的聚集 第一個特別重要 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先錄字聚集 產生個聚集名稱 看你要不要更改 你如果不改的話就用原來的 按確定 再去錄字 完之後記得就有一個停止聚集 然後聚集這邊的話可以把它編輯一下 我們要的就是這一行 這一行裡面的selection 把它改成後面 這一串後面這一串